現在要介紹的是Foley Safety 那這個是試用病人是 Paraplegia病人 因為他需要Skebular的所有的RM 跟手部的一些RM都蠻重要的 所以他是必須最少要T Level以下 然後目的就是為了不讓膝蓋去撞到臉 然後還有頭筆Push Handles 提早先落地 然後接著就是要讓那個 這樣子要避免的話就是用對色手去抓Arm Rest 然後一隻手去抓輪子 然後就不要讓他太快落下 對 這樣子會建立一個好的跌落方式 不要讓他就是受傷 那接著就是 就是有那個治療師的方法是有兩個 一個是直接在後面幫忙 然後給他一個建立一個新的習慣 然後再來是用Mate Mate就是跌高 跌高直接後跌 就是模擬一個跌落的姿勢 然後越跌越低 這樣就越來越接近真正跌落的狀態 好 這時候治療師來幫忙幫我練習 好 然後接著就是建立一個新的習慣 然後先Feeding這樣 對 然後接著他一往後 馬上就變 對 或是給口頭指令 好 預備 開始 好 接著我示範自己跌落一次 對 好 然後就是 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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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實行 這是一個好的姿勢 那接著第一步就是鎖煞車 那就是手扶Arms 讓Trancoversion可以鎖到煞車的位置 接著讓你的身體靠近坐墊 那接著呢 接著就是現在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左手要扶輪子 那你就把輪子往後推 那輪椅就會往前 那再來 右手的話是一個重點 就是他撐地的位置 那撐地就是要在Trancoversion的正後方 這樣子才比較好做Way Shift跟Way Barrier 好 那接著就直接示範一次 那治療師的部分 就是要提醒他手放的位置 就是右手需要一直往前撐地 這個需要治療師去提醒 然後避免他在做的過程中跌落 所以 所以治療師需要一直支撐在輪椅後面 避免他跌下去 好 那現在治療師就可以來幫我 那我順便直接做這個動作 好 那一樣Trancoversion 然後用Undrest 多亂捨起來 然後 手電 然後 往後 來 好 好 好 那有可能會這樣吧 好 往前往前 好 就這樣 好 嘗 好 好 過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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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